在内的十名队员参加 比赛为期五天 最终的冠军将获得 2016年吉隆坡团体试拼赛 参赛名额 与以往不同的是 为了锻炼运动员的意志和体能 本次比赛采取九局五胜志 而且每局比分都将计入最终比赛成绩 这对运动员的身体 精力 技术乃至心理 都是很大的一次挑战 张继科与延安都在肖战的教练组里 互相对彼此的技战术特点 也都比较了解 张继科虽然实力超群 但延安也具备相当的能力 比赛中攻防转换速度快 反手能力强 技术紧凑 处理球的合理性 爆发力 也都不错 比赛一开始就和张继科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双方激战八局后 凭借在后半程的稳定发挥 张继科最终以五比三取胜 净败延安后 下午张继科又遭遇到了林高远强有力的挑战 林高远在2015年的一系列比赛中都有非常稳定的发挥 这位被刘国梁称为好帅接班人的选手 在比赛中非常难缠 一直和张继科打满九局 一度还以四比三领先 不过最终还是关键机会没把握好 被张继科以五比四尖难翻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另外一场比赛中 小将梁静坤向马龙发起了挑战 梁静坤今年20岁 速度快 力量大 反手实力突出 回球旋转多变 比赛开始后 很快进入状态 与马龙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八局比赛过后 龙队终究还是技高一筹 正反手